這條是關於Sequence的題目 Part A就說 Find the sum of all integers from 1000 到 10000 which are divisible by 3 即是由 1000 到 10000 所有能夠比 3 整除的整數 這些數字加起來是多少 Part B就說 Find the sum of all integers from 1000 到 10000 which are either divisible by 3 or 4 即是由 1000 到 10000 要是能夠比 3 整除 或者能夠比 4 整除的整數 加起來是多少呢 這裏就告訴你 1000 和 10000 即是頭尾的兩個數字 都是包括在內的 我們來看看Part A怎麼做 我們如何考慮總和呢 其實我們可以將它想像為一個Aphoromatic Series 我們先找一個First Term 即是由 1000 到 10000 第一個能夠比 3 整除的數字是多少 那你就知道是 10000 2 那你逐個試都可以了 你由 1000 逐個試上去 那 1000 到 10000 裡面 最大的整數能夠比 3 整除的呢 那就好容易了 9999 好了 重點就來了 下一步 就是究竟由 1002 到 9999 究竟有多少個3的倍數呢 你可以這樣想像我的問題 第一個能夠比 3 整除的數字是 1002 下一個能夠比 3 整除的就是 1005 再下一個能夠比 3 整除的就是 1008 如此類推 其實就是說你找到一個數字是能夠比 3 整除的話 你只要將它加 3 那那個數字都能夠再比 3 整除了 所以你由 1002 1005 1008 一直這樣想像 其實就是一個Aphoromatic Sequence First Term 就是 1002 Common Difference 就是 3 而 Last Term 就是 9999 所以我們就設定一個 Equation First Term 加 N 減 1 乘 D 就等於 Last Term 9999 那麼 N 是 3000 即是代表 由 1002 到 9999 總共有 3000 整除 能夠比 3 整除 跟著用這個Aphoromatic Series 的公式 全部能夠比 3 整除的總和 即是把Aphoromatic Sequence 的 Terms 加起來 First Term 就是 1002 Last Term 就是 9999 乘項數 3000 再除2 即是頭項加尾項 乘項數 除2 有同學喜歡用N over 2 乘2A加N減 1 乘D 其實也可以 沒問題的 兩條式都可以 那麼你計算到答案是 1650 1500 接著我們再看看 Part B 問什麼 就是 Part B 就問回 由 1000 到 10000 要是能夠比 3 整除 或者比 4 整除 的所有整數總和 有同學會想到 那我只要計算 所有比 4 整除的總和 就可以了 將 AB 答案加起來 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你試想像一下 如果你是想像一下 3 倍數的數字 和一些是 4 倍數的數字 的話 中間可能有些數字是重複了的 OK 譬如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 9996 才算 9996 它可以寫作 2499 乘4 但如果你把 996 除以 3 的話 就變成 3 3 3 2 乘2 3 即是說 如果你只是單純考慮 所有能夠比 4 整除數字的總和 再加上所有能夠比 3 整除的總和 的話 有些數字是會加多了 加多了一次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這個 譬如 9996 你撈4的倍數 又有它分 你撈3的倍數 又有它分 那你將這些數字加起來 那這個9996 就會加多了一次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要減回 問題是減回哪些呢 就是減回又是3的倍數 又是4的倍數 即是你要減回 由1000到1萬12倍數的總和 OK 因此我們在做部分B的時候 就是要先去看看 當然要想回所有的數字 是4的倍數的總和 用回剛才的步驟 找回最小的數字 是能夠比 4 整除的就是1000 最大的整數能夠比 4 整除的10000 那又是 這裏呢 就是 頭漢 加n-d 就是4 就是10,000 那n就是2551 那就是能夠比 4 整除的數字 其實有2251個 因此你用回公式 頭漢 加尾漢 乘漢 除2 就算到所有能夠比 4 整除的總和 就是12380 500 就是10000 OK 接著你還要考慮 比 12 整除的數字 OK 所以 能夠比 12 整除的最小的數字 就是008 我不知道怎麼想出來 你先拿1000 除12 就是83 多 所以你就想 我要把這個83 就輪到84 因為你12乘83 就不夠1000 剛剛要比 12 整除的 比 12 整除的 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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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 整除的 就是第84 所以是12乘84 1008 最大的整數 能夠比12 整除呢 就是 你將1萬除來12 發覺833.3幾 因為你的數不可以超過1萬 所以你就不要回復 不要回復 要回復 回復 就833乘12 就是9996 我设计一下 1008加n-d dd就是12 9996n就是750 即是由10,000至1,000 有750整数都能够比12整除 那你又用公式 頭項加尾項乘項除2 算到4126500 最后的總和 就是外張3的配數總和 加上4的配數總和 有些重複了 哪些就是12的配數總和 所以3的配數總和 加4的配數總和 減12的配數總和 就得到24755500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答案